这只花豹正在自己的领地内巡视 敏锐的嗅觉让他察觉到 其他掠食者残留的气息 随后花豹静止朝着某个方向走去 一只猎豹正趴在草丛中休息 看来他就是那个入侵者无疑了 此时的猎豹还不知道危险即将降临 行动中的花豹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伸起头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显然花豹已经发现了入侵者的位置 花豹的领地意识极强 会不停地在自己的领地内巡逻 巡逻的同时也顺带寻找猎物 花豹是独行性动物 他的性情机敏 动作矫健 花豹的视听嗅觉均很发达 并且智力超长 极善隐蔽突袭 花豹时常会埋伏在树上 当有目标猎物经过时 他便直接天降正义将其制服 这些特点甚至连狮子老虎都所不能及 而且花豹是少数可以适应不同环境的猫科动物 花豹的总体生存状况要好于老虎和狮子 就更不用说草原兽气包猎豹了 猎豹严格意义来说 与花豹亲缘关系十分疏远 花豹属于豹亚科 而猎豹属于猫亚科 二者的身体构造有明显的差异 猎豹是猫科动物中唯一追捕行猎使者 它们四肢细长 冲刺速度可达120千米每小时 不过由于猎豹的爪子不能完全缩毁爪教 使得它的爪子不如其他猫科动物那般锋利 也大大限制了猎豹的捕猎手练 因此导致了猎豹根本没有领地意识 此时的花豹剑石击一刀 直接弓身起跳扑了过去 远处草丛中一阵骚动 显然双方已经扭打在一起了 骚动过后 只见花豹前肢压在猎豹的身上 巨口死死地咬住猎豹的脖子 被花豹锁猴的猎豹只能无力摆动着四肢 它的嘴不停的一张一盒却吸不近半分空气 随着猎豹的四肢摆动的停止 它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谨慎的花豹并没有着急松口 过了许久花豹才拖着猎豹朝着某处慢慢走去 花豹会将吃剩下的猎物存放在高处树枝上 这样可以防止被其他动物透支 也能起到保鲜的作用 花豹的力量很大 它能将比自身种很多的猎物拖到树上 不过由于之前战斗体力消耗过去 花豹不得不放下猎豹原地休息 它在恢复体力的同时也不忘私下观察 最后花豹悠闲的趴在一处枝头闭目养神 它的旁边挂着还没有吃完的猎豹 在残酷的大自然中 不只是花豹 狮子和猎狗也时常因为领地杀死 猎豹一直都在夹缝中求生存 因为速度的优势 猎豹的捕食成功率有58%之多 但捕获的猎豹却有15%到20%会遭到抢劫 而且猎豹并不能长时间保持高速奔跑 猎豹超过五次捕猎不成功 或者被抢夺就可能会饿死 因为高速奔跑的超大负荷 会让猎豹再也没力气捕猎 再加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猎杀 让猎豹的生存雪上加霜 世界上现存数量仅有0.9到1.2万只 如今已是一微物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